大家好 我是盈盈 手里抱的是一条野生的胖头鱼 新凯湖的 它将近30级 胖头鱼看起来不是很长 但是它很圆 好大 这么大的鱼吃起来就不是特别方便了 你给它放锅里炖 炖不了 再说一次也吃不完 所以等一会我就得想其他的办法 把它切开 刀和斧子是没有用的 这条鱼是埋在大雪堆里了 但是买雪堆的时候 我就没给大伙看 因为这么大的鱼必须得隐蔽 这我要是管而告资的话 这你们要是来了 晚上偷摸了 把鱼狗偷跑了 那你说我亏不亏 所以今天要吃的时候才给你们看 我也是有存货的 全是好吃的 临走之前把我们家存货都吃的差不多了 养了胖胖的 回上海 朋友们看到这个剧了吗 这个剧一会就用它来切鱼 像这么粗的鱼 你用刀切 用斧子砍都是不行的 最好的工具就是用它 这我老爸剧 这城市这不有枯蛋吗 别一下剧碎了 你说呢 三菇就行 三菇了 你说得往这边一点点 要不然有枯蛋 还有还有一个什么呢 朋友们翻了三顿 这鱼头过年的时候 我老爸和老妈 山上晚上炖着吃 这鱼尾巴 也可以有很多种吃法 就比如说这大鱼可以包饺子 然后可以做杀生鱼等等 当然了 就是什么红烧鱼 清蒸鱼 那个对我们来说都没啥乐趣 我们更喜欢吃的是有别样的做法 看这睡末末给它扫一下 只要有鸡就好了 这一条面都一样 一条面 这两段一会我爸说得挂上冰 不吃的话还得挂冰 挂冰防止它风干 保鲜保的更好一些 鱼太大了 这一顿根本就消灭不了它 这是马板肠 买一斤马板肠吃 老板给我挑哪好吃厚实点地方 挑好吃的地方 厚实点地方 行 看来哪个 这个四两多 四两多 再来一个不堵 还是板肠好吃 板肠 嗯 这个 这个 行啊 这个板肠 行 60多 62 不用了 62够了 正好切一盆回家 这就行 够了 好 厚实好几层 我这多年也不回来 我找你家找不着 我爸我妈都告诉你 在拿拿拿 今天我老爸长勺 老爸炖鱼 这就是大胖头鱼 其中的一段 给它大蟹拔块了 葱姜 爆锅 好香 看这边这大鱼肉 它再厚了 放鸡脚 上汤 放料酒 上汤 放料酒 放料酒 上汤 上汤 哎呀 这大鱼下锅 这肥沉大 肥沉 多少庄炸呀 就这样 打魚泡 魚泡跟豬肚差不多大了已經 剁了兩大塊魚肚 魚的後背到時候就包餃子吃 炒火 爆成大一層層睡了 烙香了 說了菜真的說了就半碗半的 朋友們都是硬菜 要太多了就吃不香味了 不知道吃哪個好的 朋友們這大魚 我爸是醬燜的 肥香 隆重的介紹一下 這是馬板腸 而且是最好的位置好幾層 正宗的馬腸子 人說了最好吃的腸子莫顧於馬腸子 其實我是正著八景第一次吃 給你們看看 馬腸子 這是馬腸子的醬 人家嚐一口 真好吃 馬腸子 沒什麼油 它好多層 吃筋道 肉頭 香 口感特別好 又嚼勁 一家山口要吃飯了 本來三個菜子 因為都是硬菜 這都是好菜 還有大哥燉酸菜 麵包多了 不多了 吃都是好菜 就出哪個香了 給你盛飯了 半碗 這要半碗 這馬本腸子這是西行物 一般吃不著 我們蜜山就有那麼一家賣了 被我給收了 來塊肚子 這塊肚子也不全是油 還好 又嫩 嫩 那我把骨頭一起夾走了 我把骨頭摘下 不要 就那麼吃 那塊是最香的 這筷子下的太狠了 就這塊超好吃 還帶刺 這也不全是油 我媽嚇壞了 他好把這個桌子弄髒了 這桌子吃魚 高大埋的東西 他不好擦桌子 我還用一半 長大 太會過日子 不肥 都吃肚子了 肚子沒那麼肥 三十二米飯 嗯 香 多這塊我裡面就得吃了 我吃 嗯 湯汁挺好 嗯 像勾的汁是醬嫩的 醬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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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